一听到这句话,马上就觉得压力山大 这不但强人所难,而且也很不实际 这句话绝对是家属最不想听到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验? 本来你想安慰别人,最后所讲出来的话 每一句都像是在挤怒别人 不只让对方的心情变得更糟 甚至都快要整个打起来了 明明是好心,却讲出了一些不OK的话 这一类的情形超常会发生在刚刚失去亲人的家属身上 很多家属就曾经跟我分享 只要一听到这几句话 就算是知道对方没有而已 但心里还是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更严重的甚至会气冲脑门整个炸开来 到底是哪几句话不但没有办法安慰别人 反而会火上交流呢? 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上亲家属最不想听到的五句话 我跟你说真的 拜托你不要再哭了好不好 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应该好好照顾你的家人 这才是一个比较实际的做法 哈啰 人家才刚刚失去了最爱的家人 你却只想逼着他赶快振作 去照顾家里其他人 当然大家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都是希望对方能够坚强起来 不要被悲伤的情绪所淹没 不过你知道吗? 一个人要重新站起来也是需要时间的 更何况 有时候家属们 明明日常生活的步调并没有慢下来太多 可是一听到这句话 马上就觉得压力散打 所以在这段期间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我都会建议家属们 先把自己先照顾好 好好休息 等到身心调整好再去照顾别人 不然未来怎么会有力气 继续往前走呢? 我跟你讲真的你不要再哭了 你再这样哭下去来讲的话 他只会走不开而已 若是他要是知道你现在这样的状态 他会走得不安心的 人家才刚失去家人 你叫他不能哭 这还算安慰吗? 而且家属流眼泪 就会让往生者不安心 搞得家属又伤心又担心 甚至怪自己是不是做错事 而这到底算不算是一种造谣啊? 这种安慰法 根本就是加重家属心理的负担 简直是在家属的伤口上撒烟 人家家里正在办上事 当下最需要的 都是把悲伤的情绪用最适合自己的方法 好好的释放出来 而别人的安慰如果是想要强迫家属忍住不哭 来压抑情绪的话 实在不算是一个好的安慰 再说了 我们也不认为 我们到底有谁可以为往生者来代言 听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呢? 节哀顺变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你可能会想 什么? 这不是平常大家都会说的话吗? 那这句话也有问题啊 节哀顺变这个词的意思 根据国语词典的解释就是 请你 抑制悲伤 顺应变故 更白话一点的说法 就是叫你不要再难过了 反正死是每个人都会发生的事 就赶快接受事实 适应这件事情吧 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但是家里面有人过世 真的能够一点感觉都没有 就能够不难过 接受事实 顺应这件事情吗? 这不但抢人所难 而且也很不实际 再说了 难道家属不知道人都会死吗? 这种大家都知道的道理 不如不要说 有些人如果脱口而出 每个人都会死 那更是地雷中的地雷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跟你讲嘛 不要想这么多 你这种感觉我懂 你知道我之前 我那个家人过世的时候 也是跟你这样一模一样 我跟你讲 时间会过去的啦 没事的 不用怕 我了解你的痛哭 如果这个时候 真的不知道该跟家属说些什么 那还不如 什么都不要说 这比起你说 我了解 还要来得更真诚 因为就算家属 他们在伤痛之中 他们还是可以去分辨 你是真的懂 还是装懂 跟其他三句不要说的话比起来 这句话听起来 好像没有那么NG 不过我们可以再想一下 每个人的上亲经验 是可以互相比较的吗? 就算一样是自己的爸爸妈妈故事 那么感受都是相同的吗? 这个时候你说 啊我了解 到底是了解对方的哪一个部分? 更多的时候 这句话只能够代表你自己走过 并且你自己了解了 你自己的心路历程 但是跟对方的心理 可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所以少一点自己为事 多一点同理 才是安慰家属的上上车 终于要揭晓我们最后一句话了 家属白眼第一名 究竟会是 该怎么说呢? 我理解了 其实人过世 会难过是正常的 可是你要想 你看这个世界上 冰姿惨 冰姿惨多的事 我看过太多了 这点事情 要去帮你搞成这样子对不对? 这样每天这样哭 哭得好像一副世界末日一样 有这么严重吗? 这个 你真的是安慰人吗? 还是你根本在批评对方? 人家家里是有知青故事 又不是在参加什么不产大赛 就算 真的有人产一百倍好了 那又怎么样? 不能哭吗? 不应该伤心吗? 不能心里难过吗? 还有人比你产这句话 绝对是家属最不想听到 排行榜中名列前茅的 的确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人的经历 很苦也很难 甚至有很多都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 但是 每一个人的痛苦经验都是独一无二的 最重要的是 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没有办法找到跟他们共存的方法 而不是要跟别人比惨 来换取心理的平衡 我相信大部分的安慰者 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都是没有恶意的 不过如果今天 我们在安慰别人之前 可以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思考 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那么说出来的话 所做出来的事可能就会很不一样 我常常在讲 少 其实多 其实到了这个阶段 家属们最需要的 可能不一定是什么安慰的话 哪怕什么话都不说 只是静静地陪在他们旁边 或者是给他一个 能够安心独处的空间 让他有时间 空间来好好整理自己 我相信就胜过千言万语了 一定要不要 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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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p